袁隆平院士工作站10月9日在广西桂林市冠阳县新旭乡小龙村正式成立 刚刚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世界杂交水道之父袁隆平院士亲临现场接牌 将在这里继续追求他的水道高产梦 让杂交水道造福世界 民以实为天 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道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 创建了超级杂交道技术体系 为中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多次提及自己有两个梦想 第一个是河下成梁梦 第二个是杂交水道覆盖全球梦 第一个梦想就是河下成梁梦 我们申请高产更高产超高产 我们现在搞超级道 原来是800公斤 我们在2000年实现了 然后是1000公斤 在2014年实现了 现在我们想1200公斤冲刺 第二个梦就是杂交道覆盖全球梦 现在全球有16000万公斤的稻田 如果每公斤生产两顿 我们才推广一半 推广8000万公斤 生产粮食的16000万顿 可以多养活 5亿人口 此次成立贯阳县圆龙平院士工作站 将以水稻选域及水稻风产 高产栽培技术为研究方向 由此领域国内知名的水稻域种 栽培和生态专家 作为领头人成立项目组 对水稻风产工程进行不懈的探索研究 目前该工作站有1250亩科研基地 国内外水稻新种制3000余份 新品系1500多个 从中筛选出15个新品种 参加全国各级实验示范 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惯阳县是农业生产大县 被誉为广西超级道高产第一县 袁隆平院士曾五次历临吊艳之岛 与贯阳水稻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7年87岁的袁隆平来到贯阳县连德村 超级道加再生道示范基地 亲自参与吨半道现场测产验收 当年贯阳县超级道百亩公关基地 再生道平均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 头级道首次突破1000公斤 一剂超级道加再生道亩产达到1561.06公斤 实现袁隆平院士的吨半道梦想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人才和研发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加强这个跟踪服务 加大资金项目的投入 完善基础配套 为院士工作站的这个建设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同时呢也通过院士工作站在人才啊研发方面 特别是超级道和再生道的这个品种改良 技术推广等方面 借助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我们全县的这个超级道的这个种植面积 使老百姓啊在这个超级道加生道的发展当中啊 这个得到更多的收益 为早日实现一季超级道单产1200公斤目标 冠阳县政府充分依托院士专家团队技术优势 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 通过与中国水稻研究所高等院校等单位开展协同创新和全面合作 将冠阳县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全面建成 预防推一体化的现在种业科研平台和产业化开发中心平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